那镇山泰宝刘伯阴 就确是一条英雄好汉 他见到孙悟空被大石紮着动 都不懂得动 这么可怜 他就大胆走到他身边 将他页头上的青苔刮干净 又蒙了他面上的草 然后就问孙悟空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我呀 没了没了没了 多烦你给我叫那位师傅上前 我要问他一声 三藏听闻就走前去问 你有什么事呀 长老啊长老 你是不是去东土大王派西天取经的 贫真正是 你有什么事呢 我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公 那个齐天大圣 被如来佛祖压在这里 前一阵观音菩萨奉了佛旨 去找取经人 我求他救我 他就劝我归依佛法 保护取经人去西方拜佛 将来成功之后 自有好处 故此我日夜在这等取经人来 望到颈都长了 师傅就是等你呀 望你打救我脱身 以后我就做你徒弟 保护你西天取经是呀 唐三藏听闻就满心欢喜 知他一想 你虽然是有这样的心 又蒙菩萨教辉 愿意归依佛满 知我又没有苦作 怎么作得开山来救你出来呀 不用的 只要你有心救我 我就一定出得来的 好 好好 那我愿意救你出来 嘿 师傅 师傅 那 这道山顶上有如来佛祖的一张压帖 你呢 就上到山上 将那压帖揭开它 那我就出得来的了 三藏就挨求刘伯音带它上山顶 上山顶就没路的嘛 全靠刘伯音连拖大拥 攀藤附葛 几艰难才将三藏带到上山顶 上到山顶果然见到金光万道 碎器千条 山顶上边有一块四四方方的大石头 石头上边贴着一张封皮 这张就是如来佛祖的压帖了 三藏行前跪低 对着张压帖拜了几拜 望着西方祷告 弟子陈延庄 奉子已求经 如果下边那只神侯 和弟子有师徒缘分 就揭开这张压帖 救出神侯 如果他没有徒弟的缘分 又是个空还怪物 那就揭不开 依然留在他受罪 讨告完又拜了几拜 然后轻轻将压帖一揭 一阵清风吹离 将压帖一直吹上天空 控众突然一声巨响 我是监压齐天大圣的天神 今天他的劫数已满 我们回去回稟如来佛祖 将压帖叫上去 吓到三藏和白音快点跪低 望空礼拜 然后回到山脚 对孙悟空说 压帖揭开了 你可以出来的了 我齐天大圣 欢天起地 师父 师父 你快点走开 走开 我出来的了 白音就扶着三藏 走了一阵 我齐天大圣 在这儿大声 师父 你走远的人 落到山脚 才行 不是会吓到你 三藏就快点 一直落到山脚 只听得 一声震天巨响 好像山崩地裂 飞沙走石 一件件千斤重的大石头 飞到上半天高 三藏和刘柏音 快点掩上箱 看都不敢看 那只猴子 已经到了三藏面前跪下 师父 师父 我出来了 他对着三藏 就拜了四拜 一来是拜师 二来是多谢三藏救命之恩 拜完师父 又走在白音面前 走着个大礼 大哥 多得你护送我师父 又多烦你帮我 弄了面上的草 多得了 多得了 说完就在三藏的行李 拉上匹马回来 那只马一看到孙悟空走过来 四提法远跪在那里 都不懂得动 原来大圣以前做过拔 马温的嘛 在天上养过龙马 故此凡奸的马 一见到他就慌了 那个孙悟空 拯起一只马 在马头上轻轻拍了两下 又在耳朵里 说了两句 那只马就乖乖 站起来 三藏在旁边 见到孙悟空 虽然杨子生 丑怪些 但是心底好 确实是个佛门中人物 就问他 徒弟呀 你姓什么的 我?我姓孙? 好 我给你安个法名 好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我有名了 我叫孙悟空 好好好 这个名字安得好 我看你的样子 小小小 好像小头陀一样 不如我再给你安个名字 叫做孙行者 好不好 好好好 名字安多几个 都不拘 孙悟空 连上法名 花名 就确实不少了 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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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口 拔 马温 齐天 大圣 孙悟空 现在又多了个叫孙行者 刘百音在旁边对三藏说 恭喜恭喜长老啊 你收到这个徒弟 这只神后十分本事的 好了好了 小弟告辞了 三藏就拉住百音双手 多得你远送啊 你回去多多拜上宁堂老夫人 宁经夫人 贫增在府上打架了 等外西天取经回来再来搭借下 两人分手之后 孙行者就请三藏上马 他自己在前边开路 将三藏所有行李托在背脊 他自己赤条条地托下托下 就走了 没多久 过了两戒山 突然间一阵狂风几声咆哮 哇 哇 一只大老虎远远向然 这次撲过来 那唐三藏在马上心经 宣行者反而在路边欢喜 对了 对了 送衣服来的了 三藏应该吓得失晒魂了 喂喂喂徒弟你就不要在这儿说笑了 老虎迷你还不快点避开 还说什么送衣服来的 师傅你不用怕的 有老虎在那儿 那那那师傅你坐在一边等一会儿就行了 他一边说一边掉下行李 在耳朵上猛猛出支瘦花针出来 一拼 门口那么粗 两张那么长 一条金光闪闪的鱼翼金枯棒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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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宝贝五百年都没用过了 今天拿来开斋 换回衣服穿 下也好 啊 别这么恶毒啊 那只大老虎呢 远远见到人就撲过来 想说找回餐吃 怎知来到面前一见到孙悟空 当堂跌低个头 垂低条尾就想扯 孙悟空就大喝一声 叶聪 你上去哪里 那只老虎乖乖的四脚趴趴 蹦下的时候动都不识动 孙悟空就兜头一滚 老虎头壳就去了半边 吓到那个唐三藏 马上跌了下来 坐在地上吐大气 哎呀 天啊 镇山太保 打那只老虎都打了大半日 如今这只猫猫啊 都不用出力 那只老虎就蹲定一声 给他打 真是强中志有强中手 一山环有一山高 那孙悟空就大师就叫 师父你等一会儿先 等我借一套衣服来穿 唐三藏就暗暗沉沉在笑 两幅收了一幅 就把那幅围住在腰间 顺手在路边 拿了条骨藤来当裤头带 打扮好了就对三藏说 嘿师父 行了行了 儿子去有人家地方 这些针线来乱他几针点 这样就很合身的了 嘿嘿 讲完就请师父上马 师徒两个就继续前去 三藏走走走就问 吴空啊 你刚才打老虎那只 成两仗长的铁棍 现在放在哪里啊 嘿嘿 师父 你不知道的了 我那只棍 是东洋大海 海龙东 我才拿回来的 叫做天河镇底神针铁 又叫做鱼金枯棒 嘿 当年老孙大骂天公都靠他而已 嘿嘿 他会变化的 要他大就大 要他小就小 我打完老虎 将他变回兽花 浸收在耳朵上 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啊 嘿嘿 哦 原来是这样的 是的 为什么 刚才那只老虎 见到你 动都不动 任你打的呢 嘿嘿 不是说老虎呢 海龙王 见到我都吓得震腾腾了 老孙 有航龙伏虎的本事 翻岗倒海的神通 变化无穷鬼神莫差 打个老虎 算了什么 嘿呀 师父 以后碰到刀山火海 妖魔鬼怪 你才知道我老孙的本事呢 嘿嘿 三藏听到真是心都开了 哎呀 有这样的徒弟 这回取经就有着落了 两师徒又讲又笑 不知不觉呢 已经是到了黄昏时候了 鸟雀头临 夜兽龟斗 一勾新月 万点星光 天就快黑齐了 孙行者对三藏说 师父 天色已晚了 不如走快两步脚 看前面好像有人家庄园 我们趁早去住一晚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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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鬼啊 有鬼啊 幸好唐三藏已经落马了 就来到白夜宫面前 哎呀 老师主啊 老师主 你不用怕 他是贫增的徒弟 不是什么妖怪来的 白夜宫见到唐三藏 微青木秀 说话又斯文 那才订回阿臣 收拾一只拐掌 站定一须问 你 你是哪里来的和尚啊 带来个这么恶的人 来到我这地方啊 贫增是唐朝来的 去西天拜佛求经 路过这里因为天色已晚 想借府上暂缩一晚 明天一早就起行的了 望老师主行善 哦 原来你是唐人来的 他知道那个恶人 那个恶人就不像唐人了 算了 吴空听到白夜宫 我说他是恶人 他就有点烦 大色地叫过来 这些老蚊公 你这些确实都没眼力 唐人是我师父 我是他的徒弟 我又不是什么唐人 什么人 又不是坏人 恶人 我说齐天大圣 你这儿的人 很多都见过我的嘛 我都还认得你呢 喂喂喂 你说什么你说笑 我老汉 什么时候认识你呀 嘿呀 你世事的时候 你有没有在我头壳顶上砍柴 有没有在我面上蒙过草 哎呀 你真是越讲越离谱了 老汉怎么会在你头上砍柴蒙草 你真是老蒙草 你真是老蒙草 你这样子还不认得我 我是两届山下 大石窄着那个神后啊 你看真啊 白爷公一听才访言大悟 看起来有点似哦 是的 那你又怎么出得来的 算 行者就将头头尾尾 说了出来 白爷公听完 立刻行礼下拜 哎呀 刚才得罪了 你千万别见怪 于是就请三藏和孙悟空入屋 叫老婆子女子子孙孙 出来迎接高僧和神厚 奉上香茶了 大家坐定 白爷公又问 大姓啊 你在石头上摘了这么久 都要有上下年纪的了 都不多角怼的 孙悟空就笑笑口问一个转头了 那你又有多大年纪呢 啊 老汉今年一百三十岁了 嘿嘿 那你做我孙仔也嫌你小呢 我啊 我老孙什么时候出生 我都不记得了 只是这个五行山 就压了五百多年 是啊是啊 那有了 有了 我世事听太公说过 说这座山是天上降下来 压着一只神猴 嘿嘿 原来就是你啊 哎呀 我世事都见过你啊 那时候你头上就生满草 面上就有泥 那个样子还不是看得很清楚 所以没那么得人怕 啊 现在面上没泥 又没草了 看得清楚 看得好单 好像还丑怪那样 嘿嘿嘿嘿 你还着那个老虎皮 真的跟鬼怪都差不多了 哼哼哼哼 还被一家人听到呢 就可以看到 吓声笑,孙悟空也没什么在意,自己也笑了一份。 那个白爷公确是挺好心肠的,他想着他们两个走那么远路就肚饿了, 就安排挨饭给他们吃,吃完饭了,孙悟空就问那个白爷公姓什么, 是下姓陈的,唐三藏听闻就说,哎呀,老师主,贫僧和你是童宗来的, 师父,你是姓唐的嘛,唐三藏怎么会和人家是童宗呢? 哦,你不知道,我族姓是姓陈的,我是唐朝海州宏龙郡,最延庄人士, 发名叫做陈延庄,而是因为唐太宗皇帝,赐我做御底, 所以指唐为姓,叫做唐三藏。 那个白爷公,见到他是童宗就格外欢喜,又说又笑, 一会儿孙悟空就问,喂喂,老陈啊老陈, 反正都打扰了你这么多了,不如再多烦你一次了, 哎呀,我都已经五百多年没洗凉了, 煮点水来让我师徒两个, 冲回个凉感就舒服得多了, 那个白爷公就立刻叫姓孙, 烧水洗干净的盘, 他们师徒冲完凉了, 孙悟空又问,喂喂,老陈啊老陈, 嘿,还有件事想多烦你啊, 是否正借针线来用一下呢? 哒哒哒哒小意思而已, 白爷公就立刻叫老太婆拿针线出来, 孙悟空就借了师傅那件衣服来衣住, 脱了那件老虎皮下来, 连成一条腹又不像腹裙又不像裙的东西, 就围在腰那里, 又拿一条藤条来绑实, 就走到师傅面前, 嘿嘿, 师傅,师傅, 怎么呀, 今天打扮得怎么呀, 比昨日好得多了吧, 吴空, 好好好, 那就真是像个行者的样子了, 是的, 徒弟啊, 如果你不嫌弃, 我行李那里还有几件构刮, 你拿来穿啊, 多谢了师傅, 多谢多谢, 那时已经好夜了, 各人就分头睡觉, 来日一早, 师徒两个就辞别了白爷公一家人, 又是喜情了, 日日过日, 不知不觉, 秋去东来, 又是谷残何俊山茶谋, 淡云玉雪满天浮, 初冬时分了嘛, 那天, 师徒两个正在山边走走, 忽然跳出六条大汉出来, 个个凶神恶杀, 拿着长枪短剑, 铁棍钢刀, 大声哭, 和尚, 别走着, 留下这马匹行李, 那样就免你一死, 三藏被他失惊无神一吓, 又是整个在马背上下跌下来, 孙悟空就扶起他说, 师父, 你这么没用, 吓死你了, 你必须害怕的, 这些是送衣服, 送银两来给老孙的, 是呀, 徒弟, 你是不是客猛了, 人家都说叫我们留下马匹行李, 便是说送衣服, 银两来给你的, 师父, 你不知道这么多东西的, 你看着那些行李马匹先, 等老孙你跟他说话, 是呀, 徒弟呀徒弟, 俗语都说双拳不敌四手, 人家六条大汗, 你这么小的, 哪是救人家斗的, 算了, 孙悟空就连听都不听, 摇摇摆摆就去到前面, 行了个礼, 哎呀, 六位好汉, 为什么呀, 为什么连我那些穷和尚都来光顺呀, 我呸, 谁管你这么多呀, 我们是出名的打脚骨大王, 杀人不斩眼的山主, 大名远博, 见过不知道呀, 你精点就留下行李在那儿, 马上把你们两个斩成肉杖, 哎呀, 哎呀, 对了, 对了, 你们是打脚骨大王呀, 我呀, 我专打大王脚骨呀, 哎呀, 你们是山主呀, 我是山主的老祖宗呀, 哎呀, 哎呀, 为什么我不认识你们呢, 你们这些辣尼和尚, 当然不认识我们了, 听起来, 我就是大名鼎鼎的鬼剑手, 我手刮起展, 我叫牛精椅, 胸口有执毛, 我叫沙膽抽, 神高神大哥就是蛇王炳, 头上有双巴, 我叫斩崩刀, 面肉横山, 我叫化骨粥, 看我们的样子, 你怕听个名字, 你就脚丸了, 现在就只怕, 精精一点, 就擠下了这些东西, 哎呀, 哎呀, 我看你几个拆眉拆眼, 看你的样子, 我就已经饱了, 再听完你的名字, 我就更加不开胃, 你们瞎了吗, 连你主人公, 孙爷爷都不认得, 居然难路打劫, 想谋财害命, 今天就算你做化, 你孙爷爷刚刚做了和尚, 就不想开杀戒, 好了, 那这样, 你将打劫回来的真宝衣物, 拿出来分成七分, 我也不多要你的, 一人分一份就算了, 你分了它, 我放生你们, 那六个杀人眨眼, 强盗听到这儿, 真是被他激动, 有些是当堂眼火爆, 有些是艺到面青, 有些是气到吹嗖的眼, 有些是谷到肚都涨了, 有些是头发出烟, 有些是脚板底着火, 个个咬牙切齿, 一起拿刀枪棍棒, 兜头就打过来, 变变蹦蹦一, 连照着孙悟空的头斩了七八十下, 哈, 那个孙悟空呢, 站在中间, 炸不支, 动都不动, 任斩不奴, 任打不理, 那些贼打下打下就惊起上来, 哎呀喂喂, 这个和尚头怎么这么硬啊, 好像旧麻石那样, 砍一极都砍不开的嘛, 好了, 打够了你, 打够了你, 现在轮到我老孙了, 让我拿支针来玩一下先, 一边说一边, 在耳朵里拔出瘦花针了, 那些贼一看, 奇怪了, 这个和尚原来是针灸医生来的, 我们又没有风湿, 什么要找你来针灸, 嘿嘿, 针灸啊, 你就想啦, 一会儿你就知道味道咯, 那孙悟空来之针, 迎风一拼, 缓口那么粗, 仪杖那么长, 一枝鱼以金枯棒, 那帮强盗见到这样的样子, 吓得走都走不及, 别走不及, 别走不及, 让老孙每人掌你一棍事先, 那六个家伙, 那六个家伙, 哪说走得掉的, 一个个罪有应得, 棍下身亡, 哎呀, 六个世间的强人当堂就变成阴间泥鬼, 孙悟空就找了那些金银真宝, 脱了那些衣服, 就包了一大包, 一手称如笑口饮饮的, 就回来师父面前, 师父师父, 我都说送衣物送财宝来的, 那帮人都走完了, 那几个贼都走完了, 哎呀, 一个人一个都去完炎王爷那里, 唐三藏一听, 一招就蹲脚, 哎呀, 你真是闯下离天大祸, 那帮虽然是难路打劫的强盗, 就算捉去衙门, 那都是坐监的, 都不止于判死罪的, 那你有本事, 打退他就算了, 为什么要统统打死了才行呢, 哎呀, 你这么狠心, 怎么做得和尚的, 出家人, 素地都要因着, 不要踩死矮, 点灯都要落个沙罩, 以免烧死那些薄火灯瓦, 你呢, 你又不分青红造白, 杀了人还骑骑声笑, 全无半点慈悲耗善之心, 哎呀, 现在好彩在深山野嶺, 没人看见的, 如果在大城, 有人得罪你, 那你又照样杀人, 那出了人命, 岂不是连我都要陪你坐牢杀头, 哎呀, 师父呀师父, 你真是好心得罪了, 这帮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坏蛋, 作恶多端, 打死一个就少一个祸害, 如果我不打死他, 他们要杀了你的师父, 哎呀, 那出家人, 零死都决不行空, 就算是被他打死我, 那都是一条人命而已, 你, 你现在一下子杀了六个, 那你又怎么说得过去呀, 这件事就算顾到官听, 你白爷做官都保你不住呀, 嘿嘿, 哎呀, 几条的救命你就这么紧要了, 哎呀, 师父, 老实讲的你知道, 老孙五百年前在花果山青黄造怪那时, 都不知道打死几多妖魔鬼怪, 恶人坏蛋的了, 嘿嘿, 师父, 照你这么说, 杀了都说不论, 那我还做得齐天大圣的吗? 哎呀, 你看你还越讲越得戚, 就是因为你无法无天, 才受到五百年的劫难, 现在入了佛门, 如果还是本性不改, 好像旧史那样行空倒乱, 那你又怎么做得和尚, 你又怎么去得西天啊? 哎呀, 你真是讨厌啊, 讨厌啊, 那孙五百年一生都没受过人气, 怎么忍得那唐三藏, 暗暗沉沉在船上吵得, 一时火起, 好了, 那你既然说我不做得和尚, 又不去得西天, 又说讨厌我, 算了算了, 你以为我确实要跟你来受气的, 说完他就吊了头先, 拿回来的那些珍宝衣物, 大喊一声, 老孙走啊, 三藏恶膏头一看, 哎呀, 已经无影无踪, 都不知道去了哪儿了, 唐三藏孤孤咧咧咧, 长叹一声, 哎呀, 这个徒弟确是臭脾气, 我不过想他好, 说他几声而已, 他就无影无踪, 都不知道去了哪儿, 如今叫就无人认寻, 又无人认寻, 哎呀, 算了算了, 都是我命中注定, 没有徒弟的福分,